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全新的变形金刀角色 幻影 他既没有擎天柱那般的The Tour Made 也不像大黄蜂那般呆蒙可爱 反而是个拥有着逗逼属性的汽车人战士 他的载具形态是一辆灵灰色的宝石街911 影片中幻影的出现完美替代了大黄蜂与人类的激动观色 而他与小飞之间相互扶持的情感 也是电影中的汉林之物 所谓深法流战士 幻影的刻数能力便是深浪化身 比如说他能变换出无数分身用力 在你真假难辨之时 他早已经忧之大吉 同时他的幽默属性可谓拉玛 前一秒还在为朋友儿两位插到 后一秒就被黄豹勇士打得直呼救了 显直就是两极反准 他的性格有点小自负 喜欢挑战极限的同时总在危机边缘谈谈 即使面对实力也超自体的敌人 他也敢正面硬高 当无可匹敌的天灾一击就将大黄蜂秒杀之时 幻影却选择迎难而上 他凭借多重幻象将其轻松戏手 由此也不难看出 全新角色幻影加入也代表着变形金刚真人电影 将展现出更多元化的时代背景 而影片的故事限源于独立电影大风风之风 也就是1994年 只不过男主是个小飞这一点确实让人有点失望